再次回到現場 黃友仁和許祥國 將會爭奏男子組方面的冠軍榮譽 聽到我們說 立即將圖表改回 進級的圖程 許祥國剛才2192至181 擊敗上屆冠軍編護鎮而進級 黃友仁一面倒的姿態 267至218擊敗了鄭朝鮮 兩位在飛碟球方面 相當有成就的高手 Brian,這場賽事 其實戰況預計得到 一定很激烈 對,肯定很激烈 兩位球手都是大師級人馬 兩位都經過了很多大賽事 有亞雲、世大夫的賽事 所以這兩位球手已經身經白戰了 剛才看到了 我覺得許祥國對鏡頭的觸覺 也挺敏銳的 他知道攝影師正在拍攝他 布爾一個微笑 好,這場賽事即將展開了 黃友仁看看他的第一球球 可否發揮到較早之前 在準決賽的威力 他會發揮到一個大師級人馬 他的編曲不太行 總算是得到傳中 但他的位置是不漂亮的 是1、5位 加油… 他推球出來的時候 這個球就是傳之一 但是球也打到二同 即入位時一位 但有點夠運 跌得就剛好跌到正 就撞下了,變成全重 看看Sunny怎麼打 偏離了一點 那個線就歪了 一都跌不到 球是第一個球 會打到一二位 好可惜,在第一格當中 Sunny斷了 好可惜 這個位置應該… 他剛打正至1 通常在打1、2、4、8 就一定要下1、2位 看看第二格球做甚麼修正 好可惜 這個球漂亮多了 這個球就是後1、2 打一個漂亮的傳衆出來 拿回傳衆 那個心理完全不同了 信心重拾回來 還有傳衆在手 就是第一格 就很大把時間追回 黃友人 之前已經拿了267分 單局最高得分的分數 第一次我們見到他 就是入1、2號位 出來的效果就不是很理想 沒錯 打了兩格之後 就發覺黃友人這兩格 就… 打法就沒有剛才那麼準勝 而且球也沒有那麼兇 這個球更加就落了1、2位 第一個球就入正1、5 就有些運了 這個球就有傳衆 這個球就是1、2位 就剩下1、2位 就剩下5和9 對 對 黃友人都很鎮定 拿回這個保中 第一格球當中 他暫時領前中 去場角有11分 不過不難追 一會兒 如果去場角拿了傳衆 就已經追回來了 對 對 最重要就是在想 剛才在這條球裡 拿了9支 斷了一格 怎樣在接下來的時間 是拿回傳衆 才是最重要的 現在我們看看黃友人 對上一次在這條球裡打 他是拿了傳衆 會不會在這邊 真的好一點 果然是 好一點 加油 剛才跟許祥國傾說 通常犯了錯誤之後 他都不會怎樣想 只會想一下 下一球球是怎樣打好 所以對他來說很重要 不是有影響 即是打逆境球也不怕 對 走勢不錯 跌得剛剛好 一三位 這個就追回來了 沒有完 剛才第一球所犯的錯誤 現在已經彌補回來了 剛剛好 這次踢得沒那麼大力 看看分數方面 許祥國在第二格 最多可以去到三十九分 只是落後一支 如果這裡打過傳衆 也都更加好 接下來將會是第三個 一二位 有沒有呢 差一點點 球就落後一二位 剛才許祥國也解釋過 其實打菲利波的球手 有一個好處就是 就算他們打不正 Pocket也好 他們在打傳衆的位置 都會比互導球多 很輕鬆 拿到這個補充 好 暫時分數上 只是落後三分 馬上拿回籃球 先捏兩下 起場球裡 用三個球 多了一個 網友仁 對上一格拿了傳衆 不過之前在這球球打 那個成績 就不理想 直接進入了一二號位 接下來就會有什麼調教 也是一二位 但是這個球 就足夠的力量去打傳衆 這個球很行 很厲害 你看他一支一 扔完一支十之後還回來了 雖然是傳衆 但是發覺… 表示到王友仁 這盤球的水準和線度 沒有剛才那麼穩定 變成有機會就煩錯誤了 我發覺我們今天的嘴巴也挺壞 而且說真的這些事情 幾乎會發生 這一下其實也很問 幾乎是扭了一個小分屏 對 他這個球一直是扭了 正如我們所說 他這盤球 發覺這盤球 沒有剛才打得那麼穩定 也條線路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們說的 就不是沒有原因 剩下一支二號屏 這盤球很準 現在兩位球手 都有超過十分的距離 王友仁大約有十二至十三分的領前優勢 希望許長國在這裏加倍努力 拿回傳中 球出得多漂亮 三圈 對 多順 出手就知道 我想看看現場究竟誰喊得那麼厲害 許長國除了自己來之外 可能帶一群啦啦隊來打氣 很厲害 這球的落點漂亮很多 現在兩位球手的相距是十二分 現在許長國又打個傳中 又追回來 所以其實 都相當刺激的一場賽事 最重要的是這球一定要打個傳中 也不錯 1-3 哎呀,幸運 幾乎就是… 他自己也說了 幾乎就是分庭 球就是厚一 很厚一,有少許一二 幾乎只剩下一支六和七 這個小姐肯定是許長國的球位 沒有辦法 連續兩位都得到傳中 現在分數上 依然保持 是有十二分的距離 我記得在菲律賓的一站 許長國還沒有打氣 有這個籃球小球在拍攝 是在這次才看到他 這樣做 減壓的程序 王友瑩這球打算如何 都是比較在中間的位置 但是… 他比較好運一點 所以都打了傳中 他的位置完全不漂亮 很棒的 知一幾後 其實比較起在準決賽當中 我們看到黃友仁的入位已經是 沒有較早前那麼穩定 還有球就沒有剛才那麼殺 但當然了 黃友仁依然能夠處理得很好 看到他在六格當中 已經有四格都全中了 其實現在去場角的輸蝕 就是輸蝕在第一格 大意地打了一個斷格 這個波力也是很薄的一三位 平的跌快就剛好撞下八 計算這個傳中 黃友仁已經起了一雙雙 連續兩個傳中之下 領前的分數超過二十分 一三 一三 有了 厲害 我記得許祥閣也說了一個說話 他說他下場比賽 他不理會隔壁的打成怎樣 他是自己和自己打中 變成他的集中精神的過程比較容易 現在雖然落後超過二十分 但我們看到他的精神仍然很集中 好,他現在換了紅色球 就在十三個球裡打了 起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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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一個分屏出來 這個球,嫌他有一點點 打得太正 而且球好像慢了一點 有一點點 在這盤球中,許祥閣的第二次斷格 現在他打完八格的得分 是一百四十五分 麥王友仁已經連續取得了兩個全中 在這裏看看他會否取得第三角 或者如果犯錯的話 許祥閣就會有一個機會 他今天真的有點運 是的 這個我以為是七和九 球是很後一二位 看他打兩個球 也很少打這個位 幾乎有七九分屏 照樣打這支七六分屏 對於王友仁來說,絕對不難 很難的 哇,很慢 其實他打了一半,我都替他擔心 我們都替他擔心 大半球落了坑渠 對於王友仁 看一看分數 現在大家相距已經有超過三十分 聖如樂利 如果許祥龍國打完全中的話 他將會有二百零五分 也是最高的海洋 可以得到的分數 即是單局最高分 已經肯定屬於王友仁 好,好 再打這個全中 這個全中 可以說是全局之中最漂亮的 亦是剛才打準決賽的時候 那些全中的別法 而且還挺關鍵性的 因為他打完這個全中之後 其實也會挺穩陣的 我以為是差不多贏了 看這場各位會打到全中 打不到 那麼王友仁應該是贏了的 分數 還剩下一個重疊品 好可惜了,還斷了 加油 現在又用藍球 其實我覺得在這邊的球場 今天許祥龍國給了多少麻煩 對 那似乎藍球的殺傷力比較好 這球幾乎有七十 很穩定 亦是補了這支七號瓶 現在他的最高得分 可以去到174分 好可惜了 最後也拿到全中 最終也拿到全中 現在其實也很明顯 到了第八格 王友仁已經獲得了178分 即是說 今年在男子組方面的大滿冠決賽 冠軍得主就是屬於台灣的王友仁 可能在設定方面有些問題 我看見他等了一會兒 雖然已經肯定贏了 當然也要完成第十格 八格 八格 王友仁 在這裡就是勝出 藍支組的冠軍 其實也算是實至名歸的 因為我們看到他一直以來的表現 都相當不錯 雖然在這盤決賽之中 他的表現不是太達出 但足夠的分數就是贏了 至於許長閣 雖然在今年的大滿冠決賽當中 未能夠得到冠軍 但亦都雖敗有榮 因為對手都相當之強 當然單局過的賽事 有時大家真的爭得很緊要 看來王友仁打最後的一球 雖然只是打了八支也不要緊 他的最後得分是216分 這是相當好的成績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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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馬上頒發一個 就是冠軍的獎座給他 又是 是 馮流掌珠女士 將這個 男子組的冠軍獎座 頒發給王友仁 馮流掌珠女士 就是世界保齡球協會 亞洲區培長 恭喜王友仁 成為今年的 大滿冠決賽冠軍得主 最後的戰果是216分 對174分 成功地擊敗對手 而敵打這個冠軍 沒有結束 我們還會繼續 男女之組的頒獎典禮